兄弟们校长自从量了之后啊 后来一直以网络圣人的身份自居 喜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别人开科技 听起来就有点好笑对吧 一个科技一个天天说别人开科技啊 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来听听校长是怎么隔空护思真路的 为什么真路就停播了一个星期单就能继续直播了 而且现在用的是什么科技啊 直接用的是绘制啊 为什么你跟我说不开科技 为什么牵到结尾这么多元封号 为什么整个队伍里面为什么会封三个 然后一个显示挂车 一个不开三个开三个封了 为什么 告诉我 为什么天天跟我说我们不可能用科技 但是你们就是用了 懂了吗 我做了这个方式有的都说 你为什么要也要这样子做 我明明都被封杀了 是不是 我都不能播了 这种方式是不对的 但是你为什么还要去做呢 啊 你还在包庇 懂了吗 全都是因为这个东西懂了吗 全都是让这个东西 我跟你讲 让这个东西把作品全部给我删了 我就不扯这个事情了 懂了吗 让他把所有的作品给我删了 我就不扯这个事情了 我也不追究了 不然的话 我一直会说下去 我不管会不会做惩罚 我不管我想要大能不能播 但是我必须把这个事情给挖下去 我就这么简单 我会一直追着这个事情不放 听完之后啊 啥也不是 就是咱们校长之前大号直播还没解封啊 所以看真路天天开歌季直播正W 所以校长很眼红啊 所以就在网上指责真路啊 说白了 这就是贼喊作贼啊 以五十步笑百步 那么校长回归后是个啥批样的啊 下个视频我给大家使嘴一下啊 校长回归后也是死性不改啊 照样开的嗷嗷叫 咱们校长回归后也是死性不改啊 咱们校长回归